如果想买房子来出租 到底要不要选有车位的呢 有网友说啊 如果付车位会拉低投报率 真的会这样子吗 请静怡告诉大家 好 现在房东房客都要精打细算嘛 我们就来看一下 如果你是买房 然后想要出租 到底要不要付车位呢 就是一个民众啊 他先买了一个预售屋 那么觉得蛮不错的 所以他后来又再买了一间 准备要出租给别人 这时候你就可以选 你要不要付有车位的嘛 会这样考量 当然是因为总价的问题 一个车位可能就要200万 你买一个房子大概超过千万 我到底要不要多花这200万呢 他担心啊 我花下去等于总成本提高了 那如果租金不变 我这下投报率不是变低了吗 好 我们就透过图表来带您看 专家告诉大家 其实你要看看你的位置 也就是你的交通方不方便 如果在双北 像是台北和新北附近都有捷运 那么你不买这个车位 也是蛮好出租的没有关系 但是如果在桃园啊 新竹 这边租房子的人 可能都是开车族居多 那就建议你要买车位 也会比较好租 再来你要想远一点 就是未来 你现在是出租嘛 未来你要卖的时候呢 你要考虑一下 要跟你买房子的人 可能会想要有车位的房子 所以除非你以后不卖 不然他们觉得 有车位其实差很多 而且不止房价会涨 这个车位的价格也是会涨 到时候还可以再赚一笔 另外出租的部分也会认为 如果你是两房以上的房子呢 对于一些家庭客来说 他们就会比较喜欢 这个房子有付车位的 因此租金也会相差很大 好 那也有一些人想说 不是买房 他就光光要靠这个车位来赚钱 车位如果没有权状 到底可行不可行 我可不可以去做买卖呢 我们要理解的是 过去其实一种比较旧的大楼 旧制大楼 这些车位的权状它都是独立的 所以买卖自然是没有问题 但是你现在如果去买房子呢 他们都会问你 有一种比较小的建案呢 是你买房子一定要付车位 但是比较大的建案呢 就不见得每一间都会付车位 但是如果你买了之后呢 这车位啊和房子 它其实是绑在同一张的权状里头 大家就很好奇 我能不能去买卖 它不是绑在同一个权状吗 答案是可以的 但是呢 你要卖的人 必须要跟你住在同一个社区的住户 你才可以进行买卖 也就是你不能卖给其他人 只可以卖给同一个社区里头的住户 而且如果你要买卖 它其实是算在 你原本房子的同一个权状嘛 大概一个车位呢 是10到12坪左右 所以你要卖 要特别注意还有税负的问题 像是有土地增值税 然后契税 以及房地的合一税 像是房地合一税 就是指你到时候卖掉了价格 然后扣掉你当初持有的成本 再扣掉一些相关的支出 然后如果你自住满六年 大概就是扣10%的税负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靠 买卖车位来赚钱 还是要算一下相关的支出 那么以上就是这一节的 推博话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耶税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